早晨这个时间太紧凑 事实上刚才提到光红兄长在永和这边服侍15年 事实上像光红早晨所做的见证 他受阻感动 他77年就开始全时间了 已经都40多年了 其实光红的足迹是遍布六大洲了 还不仅是遍布全球六大洲 同时最主要是在台岛这边 我们这一代我们都是年幼的 我们这一代大概是光红 就是我们排头了 我们实在是看见兄长的尽心劫力 我们是深受感动 弟兄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感谢主 那因为弟兄这样子向主忠信 我们想到弟兄我们都不敢软弱了 都要一直的刚强往前 那感谢主 这个我们当然也就知道 这个弟兄他能够全世界也是因为后面有这个有他的父母亲啊 在那里做榜样 也在那里支持他们 以前我在高雄 我在高雄教书 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常听到台语福音啊 就是在北部的就是李文志弟兄 一个萧弟兄啊 就是萧乐秋 萧乐秋弟兄 在南部的就是一些高雄的一些弟兄们 你们都听不到 没听过名字的 李锥塞啊 李水师 还好些 李管 李锥塞 我们这个在南部啊 这个但是在北部呢 他就是都是啊 听到李文志弟兄 萧乐秋弟兄 他们真是满有负担 到澎湖 到到到到马公 到外岛啊 这各地就去传福音 整个南部啊 我们所以实在是我们非常想念 我们这个李伯伯啊 感谢主 那这个后来也也就听说 这个这个李妈妈也是 哇这个我觉得今天啊 这个经节实在是好的无比 这个经节就说出了李师母的一声 是不是大家如果有的话 我们再拿出来 你看看 你看啊 我们从第一处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征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想这个实在是太好了 的确是 我们得救以前啊 我们所有的 尽是苦楚 但是得着诅咒我们的产业 说我们杯中份以后 我们整个人生啊 黑暗变光明啊 忧愁变喜乐 叛息转歌唱 第二节你们是怎样离弃了偶像 转向神来服侍若活若真的神 常常听光红说到他的母亲每一次在那里啊 这个这个这个要要要摆设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说 加息转离离来 来迎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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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在是再真实不过了 这个李师母一生就是为了真理啊 在那里寻求啊 我们觉得他现在啊 因为得出了这又和又真的神啊 做他的喜乐 做他的满足 他的一生向着主忠信啊 我们觉得这实在是太美好的见证 第三处我们请一同图 我又告诉你们 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靠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求呢 就得主 寻找的就寻见 靠门的就给他开门 哦 这是何等的权利 这也是主给我们何等的应许 这都应验在我们亲爱的李师母的一生当中 所以他就有第四处 我不以福音为辞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信的人 非常简单 他们说 当信靠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应该一张福音单张 全家族一百五十多人 全都得救 这是何等荣耀的见证 然后下面又说 耶稣对他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感谢主 我们的主就是生命 他也就是复活 黑暗 在光的面前 完全顿逃 同样死亡 在复活的面前 在生命的面前 也是那样的无力 所以我们应当都从主的话 得出鼓励 感谢主 我们晓得 今天我们亲爱的李师母 他在乐园里 在那里安息 和我们李弟兄 李伯伯 他们一同在主面前相会 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一同在荣耀中相会 阿里路亚 这个第七处第八处 我们一同读好不好 他愿意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是何等的丰富 就是基督在门里面 成了荣耀的盼望 关于睡了的人 弟兄们 我们不愿意 你们无知无事 恐怕你们忧伤 像其余没有盼望的人一样 因为我们若惜 耶稣死而复活了 神也必照样 将那些已经借着 耶稣睡了的人 与他一同带来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也以此安慰 因为有主 我们有荣耀的盼望 哈利路亚 今天李弟兄李师母 不过是过夜 不过是休息 当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父亲 一同在荣耀中 在主前换聚 感谢主 我们也愿意 所有的亲友 弟兄姊妹 都从主的话 都要做安慰 谢谢 谢谢弟兄